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问农家小作坊加工的面粉 到底怎么把馒头做好 为什么每次做出来问题都不断 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 今天准备的面粉就是农家作坊加工出来的面粉 500克 这种面粉加工的颗粒是比较粗的 然后它的水含量是比较多的 所以和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水量 加酵母的量还是正常量 咱们放3-4克就可以 像咱们自己做的话一般不用加糖 如果咱们商用的话需要加一点糖 一斤面粉加15克白糖 咱们在家里面制作就加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不需要多加 然后水量一定要记住 水量准备230克就可以 稍微偏硬一点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如果说面团偏软 不仅发酵慢 而且做出来之后形状并不好 之所以少加水 是因为这个小麦在加工之前是泡过水 这样就导致加工好的面粉 它是比较湿的 也就是说湿度比较大 所以水量必须要减 如果咱们和面的时候加水过多 蒸好的馒头就容易出现起大泡 包括死面 有部分死面这样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想做好农家面 一定要记住水量千万不要太多 稍微偏硬一点 这样效果才更好 另外咱们还需要注意一下 咱们在揉面的时候呢 尽量把这些干粉块全部给它揉结实 本身这个面粉呢 它颗粒是比较粗的 如果说你揉的不够光滑 后期在做的时候 馒头上面就是咯咯哒哒不平 所以大家要想把这种馒头做的更光滑一点 揉面的时候多花一点力气 尽量给它揉的更光滑一些 然后包起来发面 这个发面的时间要稍微延长 如果平时40分钟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半小时 也就是尽量给它发透发匀 这样咱们做好之后的效果才好 这块面已经发的差不多了 咱们发好之后呢 直接就可以揉面 因为面团稍微偏硬 咱们揉面呢就比较轻松 很快就能揉光 揉光之后直接搓条 搓好的条大家要检查一下 上面有没有泡 有泡的话尽量给它挑破 然后直接切成馒头 如果有压面机的话 咱们压的时间不要太长 容易把面压死 不要它表面光滑 咱们就可以直接支撑馒头 手工揉面揉好之后 让它里面夹杂一些气泡 然后咱们再来二次发酵 如果时间比较着急 咱们不用二次发酵 先把水烧到温热 然后把馒头放进去10分钟 开小火蒸7分钟 再开大火蒸25分钟 馒头就算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状态还是比较光滑 而且非常的蓬松 闻起来麦香味特别足 总之咱们用这种面粉 做馒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和面的水量千万不要太多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这个点出了错 后面的问题就很多 另外咱们也可以进行一次发酵 但是做好之后的效果 会比这个差点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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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